哦 要去 圓警蹲在地上一根一根 把笋子捡起来 放进麻布袋 因为这些都是脏物 偷竹笋的人 就是站在一旁的老翁 我先走过去看有没有车 警方接获报案 有笋子被偷 赶紧前往现场 发现一名妇人留在原地 这才发现是一对夫妻行妾 七十几岁的老夫妻 就是偷竹笋的嫌犯 当时两人看到路边 冒出不少麻竹笋 就想带回家吃 没想到挖到一半 地主突然冲出来 两人吓得把腿就跑 老妇人跑比较慢 当场被抓到 结果老翁不但没有回头找人 还直接开车落跑 事发就在23号上午10点多 两人经过高雄甲县区的 笋子圆便行神贪念 警方在嫌犯叫车内 发现二十只麻竹笋 重量共二十五台金 价值约一千八百元 终于在五百公尺外一处公庙 将陈贤打个正招 并将所窃取之二十五台金 麻竹笋发还给地主 权案一窃到最前 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夫妻偷损被打个正招 但是丈夫却抛下妻子自己逃 不过最后还是双双落网 被移送法办 静新闻 公平荣 杨师傅 谢宏宇 参考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静新闻